第五十五集,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上一集说到,银角大王抓了猪八戒,然后他又跑出来抓唐僧 此时呢,他大老远就看到了唐僧,而他身边的小妖怪却都看不见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此人其实是身在皇宫之外 因为唐僧这时候换成他来代表嘉靖皇帝了 那么他就在皇宫内,皇宫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的 所以小妖怪看不见,那么银角大王为什么能看见呢? 他不是看见,而是皇宫内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书里仔细写了 他看见了唐僧,唐僧却看不见他 这说明银角大王本人不在皇宫,否则唐僧就看见他了 银角大王不在皇宫,却能把皇帝看得清清楚楚 只能说明皇宫内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而且还不只是通风报信这么简单 因为书里还描写了,银角大王随手指了一下唐僧 唐僧马上打了一个寒碜 银角大王连指三次,唐僧打了三个寒碜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银角大王虽然人在皇宫之外 他却可以对皇宫内的皇帝造成实质性伤害 因此皇宫内给银角大王通风报信的这个人级别还很高 否则银角大王无法通过皇宫内的这个人给皇帝造成伤害 而且皇宫内的这个人必然和银角大王有很紧密的关系 否则银角大王也指使不动这个人 因为这里是银角大王主动出手 他随便一指,皇帝马上打寒碜 所以啊,皇宫里面那个人不但地位高 而且还听银角大王的话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我现在不说答案 我们继续按照西游记的情节前进 这一集走到哪里,说到哪里 也许这一集就能讲出来他们的具体身份 也许一集没有做完,那就要到下一集了 我不急,大家也不要那么着急知道答案 就当一起猜谜语吧 唐僧被隔空恐吓 孙悟空就在他的马前耍起了武术 这一段情节就是作者告诉读者 家境皇帝身边 他那个太监是很能干的 能文能武 否则家境皇帝是真没办法翻盘 然后呢,孙悟空这么能表现 自然就被银角大王看到了 银角大王也觉得 这个猴子太能干了 所以要抓唐僧 必须先弄死猴子 也就是说 要控制家境皇帝 必须减除掉家境身边的太监 于是呢 银角大王就变成了一个道人 装作受伤 出现在唐僧面前 唐僧心善就让孙悟空驮着这个道人 其实就是银角大王 这时候呢 唐僧,白龙马,沙河上走远了 银角大王呢 就请来三座大山 哪三座呢? 须弥山,峨眉山和泰山 这里我们要注意啊 须弥山,峨眉山 都是佛教的 也可以说是西天集团的 当银角大王 请来这两座山的时候 孙悟空依然不怕 压不倒他 也就是说 孙悟空和西天集团对抗 同不畏惧 但是最后呢 银角大王请来一座泰山 孙悟空立刻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泰山在这个时候 代表皇权 孙悟空是敢于对抗神权的 但是他是太监 却无力抵抗皇权 所以孙悟空 顿时被三座大山压垮了 此时 唐僧等人全部被抓了 这时候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命令两个小妖怪 精细鬼和灵力虫 去拿着宝贝收孙悟空 什么宝贝呢? 一个是羊枝玉镜瓶 一个是紫金红葫芦 这俩宝贝名字一看就知道 一个是观音的 一个是太上老君的 其实作者在这里暗示 西天集团依然在背后主导一切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他们的背后就是西天集团 这个时候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两个小妖怪 这两个妖怪 他们的本质和金光寺的 那个两个类似 奔波尔霸 霸波尔奔 本身没有意义 那是作者用来讽刺王阳明的 这里的精细鬼和灵力虫 也不代表具体的人 就是代表当时大明朝内的 贪毒成风 就是说 金角大王 银角大王手下 都是这种善于溜虚拍马 又一心贪钱的马仔 这俩人就拿着葫芦和于静平出发了 我在网上找不到合适的卡通 不得已用了去照 但是这两人形象太恶心了 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以后都不会再出现 反正他们并不重要 都是小罗罗 此时的孙悟空被三座大山压着 但是没死 他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他说了一堆话 关键就是这一句 唐僧啊 我和你同住同修 同圆同相 同见同知 这里的意思就是 此时的孙悟空暂时代替了唐僧 你看 住在一起 修行在一起 而且关键还 同见同知 这就是一个人 为什么要让孙悟空 这时候代替唐僧身份呢 因为唐僧被抓了 后面好多事 必须孙悟空去办 而孙悟空的身份是太监 好多事是必须皇帝做的 他的身份做不了 所以作者才在这里 硬是安排了孙悟空 说了这么煽情的一段话 他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从来没有过 就在孙悟空大哭的时候 天上来了一个小神仙 这个人就是个小神仙 书里有确切身份 但是转字幕的话 肯定要修改的太多 所以说我直接就说小神仙了 伤得麻烦 小神仙一看 哎呦 孙悟空怎么被压住了 这不行啊 他就马上把三座山的土地爷 给召唤出来了 这里小神仙和土地爷的对话 也别有深意 小神仙说 你们知道你们压住的是谁吗 土地爷说 我们不知道啊 小神仙说 你们压的可是齐天大圣 赶紧放出来 然后他还问 谁让你们来压他的 土地爷说 我们不知道是谁 但是那个人会使用正确的咒语 这里的意思含义极为深刻 因为这里涉及到了太山 须弥山和峨弥山 还好说 关键是太山明确暗示着黄泉 能搬运太山的咒语 必然是皇帝下达 而此时不是皇帝下达 但是却有正确的咒语 这说明黄泉被人拿走了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是掌握了嘉靖皇帝的皇权 此时的嘉靖 就是个小傀儡 而且还是受其包 总被欺负 连话都不敢说一下 一说出来 他就挨揍 孙悟空被放出来之后 发了一通感慨 他说呀 我大闹天宫 如此本领 都不曾使唤山神土地 为什么这两个妖怪就能使用呢 这句话的意思还是一样 特别深刻 而且这里的意思 还不是孙悟空的意思 这里其实是冬天集团的意思 冬天集团认为西天集团 不应该干涉人间的事 而且即便你们干涉人间的事 也不能把巨大的权力交给坏人 明显这个金角大王 银角大王 他们都不是皇帝 那么怎么能把皇帝的权力给他们呢 因为使唤山神土地 是西天集团给的能力 所以孙悟空特意说了这么一番话 然后呢 就进入了下一个情节 这个情节是那两个小妖怪 拿着两个宝贝来收孙悟空 孙悟空变成了一个道人 欺骗两个小妖怪 小妖怪说 我们这个玉镜瓶和红葫芦 都是能装人的 我们只要喊一声 要谁的名字 谁以答应 谁就进入了玉镜瓶和红葫芦 然后就被炼化了 大家注意啊 人进了这个玉镜瓶 和这个红葫芦 然后呢 就被炼化了 你们明白吗 就给炼了 知道吧 孙悟空 马上变出来一个特别巨大的葫芦 他说啊 你们这个葫芦不行 你们只能装人 我这个不一样 我这个能将天都装进来 要不咱们换换 小妖怪一下子就动心了 他说哎哟 那你给咱来个当场表演吧 孙悟空说 没问题啊 他马上就偷偷召唤小神仙 让他们对玉皇大帝说 马上给我想办法啊 把天遮起来 否则我就要再次大闹天宫了 玉皇大帝一听就吓坏了 他连忙按照孙悟空的吩咐行动 这里是作者再次苦口婆心的点话 愚昧的老百姓 他意思是 当你真的有了大闹天宫的精神 即便是西天神仙 都会怕你们 要敢于斗争啊 兄弟们 于是呢 天就变黑了 小妖怪上当了 就把这两样宝贝 换了孙悟空一样宝贝 这时候 还有个很小的细节 但是如果我不说 估计还是没有人能读懂 既然这一段故事讲得如此细致 那我就干脆都说出来 孙悟空换了宝贝 然后他干了一件很扯淡的事 原文写道 他从肚旗下拔了一根毛 变成了一个铜钱 给了两个小妖怪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肚旗下拔一根毛 大家想一下就知道 这个位置在哪里了 在视频我也没法说 反正我感觉这里肯定有阴谋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这个铜钱是臭钱 明白吧 就是说大明朝这帮混蛋 什么钱都要 不管相臭 这就是作者强大的比例 他随手一写 其实都有深刻的含义 只是我真的太为作者可惜了 几百年了 就连这么一个 一望而知的小细节 都没有人能读出来 这一章到这里就讲完了 原文这一章到这就讲完了 我看了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这一集也结束在这里好了 下一集再见